好 那么先放下这个包袱 我们先进入到第四节的一个学习 第四节和第五节 其实相比于前面的内容就简单了很多了 第四节是混合筹资资本的估计 那混合筹资的资本成本指的是什么 混合筹资是什么样的筹资方式 听上去好像混合筹资应该比前面的 更纯粹的筹资应该感觉好像更复杂才对 但其实不是 这里面的混合筹资我们主要介绍了两个 一个是优先股一个是永续债 那优先股的资本成本的估计 优先股 优先股在这里面首先大家得知道它是什么 它其实是优先于普通股的一种股权 那它在两个层面上有优先 一个是在股力分配的时候 它是有优先权的 第二个是在我清算的时候 在资产清偿的时候是有优先权的 都是优先于普通股股东 那它本身的特征其实非常像一个债 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股息率 然后这个股息呢会一直不停的支付 然后同时只要你不撤出你这个优先股股 这个身份 那你就能一直拿到这个优先股的股息 所以它看上去其实非常像一个永续的年金 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它未来的这么一个现金流的呈现形式 其实你想它未来如果就是一个永续的这个优先股的股息的支付的话 那不就是这样吗 对吧 它未来的现金流的状态不就这样吗 那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请问我们如果要计算它的限值怎么算呀 大家回忆一下计算限值的时候怎么算 如果它是一个永续年金 请问我们在第三章的时候 第二节我们介绍限值计算 那个P0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A除以I啊 对吧 是不是等于A除以I 好了 那现在我们要算的 不也是这里面的优先股的价值吗 那优先股右边这个A是什么呢 不就是D吗 不就是D吗 只不过下面有着下角标 这个DP你别管它 那个下角标P代表的是优先股的那个首字母 Prefer shares的那个P 你不用管它 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股利 只不过是指着优先股的股利 那它本质上就是A除以I啊 上面只不过把A换成了D D就是它的那个年金 下面的I是什么呢 不就是我们要算的那个优先股的资本成本吗 对吧 R放到下面的分母嘛 R就是我们要算的资本成本呀 那现在如果我们有优先股的价格 我们有优先股的股利 那请问R等于什么呢 R是不是就等于D除以P呀 对吧 那左边这个公式就这么来的 左边这个公式就出来了 那为什么P后边还有跟着一个1-F呀 就因为我们要考虑优先股的发行费用率 所以我们在优先股的价格 你看所有的发行费用 其实我们去考虑的时候都怎么考虑的 都在价格里边考虑 所以但凡给到你发行费用率 你就在价格后边跟一个小尾巴 1-发行费用率就完了 你别管那个价格我们放在了哪 但永远发行费用率的考虑 都是跟价格挂钩的 所以你就在P后边乘以一个1-发行费用率 就得到了我们在这里面的优先股资本成本的估计的公式 所以这个公式其实很简单 就是整整我们的永续年金的公式推导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道立体 说贾公司你发行一批优先股 每股的发行价值是105块 每股的发行价值105 每股的发行费用是5块 然后预计你的年股息是10块钱 那计算一下它的资本成本 你看题目当中所有的数字都给你了 看到数字去写字母 然后对应的套公式结束 你看105指的是什么 大家在这评论区一个一个 这个互动互动好不好 发行价值105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哪一个字母 P0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每股发行费用5元是什么 是不是那些F呀 不是 因为那些F是发行费用率 对吧 但现在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发行费用 所以你要在这个105里面 直接减掉那些5块钱 然后再往下 你的这个年股息的10是什么 是不是就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DP呀 那你现在要算R的话 你就套公式呗 R等于10除以105 直接减5 所以这个发行费用率给你的时候 你乘以1减发行费用率 如果直接给了你发行费用 你就直接从价格里边把发行费用给减掉就完了 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10% 这是我们所说优先股 它的资本成本怎么去估计 在这个当中 我们所说的这个优先股的资本成本10% 那请问它是税前还是税后的呢 因为我们前面在讲债的资本成本的时候 我们都说它要把它换算成税后的对吧 然后我们在算股的资本成本的时候 因为它不涉及到这个股 鼓励它在税前扣除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算税后的 因为政府没有帮你去担那部分的钱呀 对不对 我们之所以在债里边要去算税后的是 因为这里面你实际承担的那个资本成本没有那么高 因为有一块其实是国家税 税务局帮你去担走了 所以你实际承担的税负没有那么高 有一部分已经税前扣除了少缴的锁的税呀 所以我们要算税后的 但普通股没有这个优惠待遇 所以我们就不算税后的 那优先股怎么办呢 优先股的股息能不能税前扣除呢 你看在财务管理当中 我们一般认为优先股是属于权益工具的 它的优先股股息是税后支付的 而不是所谓的税前可以扣除的 所以它属于我们企业的利润分配 因此在我们这个10%计算出来这个结果当中 这个10你就不能再去乘以一遍 一减25%了 它本身就是一个税后支付的金额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税后的资本成本 它本来就是一个税后的 所以你就不要再去乘了 但是如果我们在会计的这个选择当中 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对于优先股 对于永续债这一类的混合筹资工具 我们其实是要去讨论 它到底是权益还是债务的 它到底是属于我们的金融负债 还是属于权益工具的 所以我们今年或者从去年这个教材开始吧 我们其实就把这里面做了一个稍微细分一点的定义 就是我们完全按照会计里面的这个要求来 如果会计当中把这个优先股确定为了是个金融负债 那么我们就把它当作债来处理 如果会计当中把它当作是一个权益工具 我们就把它当作股来处理 如果是债那么它就是一个税前的数字 那你就可以去乘以那些1减25%的这个税率 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税前资本成本 那如果它本身其实是一个股 它是一个权益工具 那你就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税后的资本成本 所以这完全取决于说在我们的会计当中 在根据金融工具的准则当中 我们如何把这个优先股进行定义 定义为债 那它就是税后的 定义为债 那它就是一个税前的 定义为股 那它就是一个税后的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对于混合筹资的工具 是跟着会计准则的分类来走的 但考试的时候 因为我们考的是财管 它不会考你这个金融工具的分类 所以一般情况下题目当中 如果真的要让你去进行这个判断 它是税前还是税后的话 一般就会直接提问当中 以以致条件的方式告诉你 它是权益工具还是金融负债 当然这里面我们说可考性比较小了 只是我们在这个教材当中 对这一块稍微做了一下解释 那我们在这里面也给大家做一下补充 对永续债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 永续债和优先股都一样 完全按照会计当中的分类 来进行具体的判断 到底是债还是股 到底是税前还是税后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 永续债的这个资本成本的估计 它其实跟优先股就非常非常像 因为它未来也是一个永续支付的 也是有一个固定的利息的 一个是股息 一个是利息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去写这个公式的时候 你会发现跟前面那个公式 也基本上一模一样 就是把上面那个股息 换成了这边的利息 对吧 就是把上面的分子 把股息换成了利息 下面就完全一样 然后发行永续债的时候 你可能也有一些发行费用 所以在价格当中 直接把这个发行费用给扣掉 就结束了 那在整个计算的过程当中 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如果你的G7期小于一年 那么G7期你要考虑你的负利的次数 你要最后计算出来的这个R 这个R 它得是一个有效年利率的口径 这就是我们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 我们所有的资本成本计算出来的都应该是一个有效年利率的口径 所以不管你的题目当中给你的这个债 到底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复习方式 你记得最后如果计算出来的这个结果不是有效年利率的口径 你要把它换算为有效年利率的口径 就这个点需要大家注意 所以资本成本 一定是有效年利率口径的数据 大家就注意这个点就好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做主观期的时候 你把那个利率给算完了 算完了之后 它是不是资本成本呢 不一定 对吧 那个时候你可能还需要再做一步口径上的换算 换算成有效年利率的这个水平 你才能最后得出结论说 它的资本成本是多少 这是我们需要提示大家注意的 然后这是我们所说的 有关于永续债和优先股 它整体的计算就是永续年金 它的价值公式的一个换算的这个方式 所以它本身本没有太多的难度 跟我们前面的这个有关于债啊 有关于普通股啊 它的这样的一个资本成本的估计而言呢 也没有那么复杂的模型 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折线的模型而已 那回到我们整个公司的层面上 我们说过 公司的这个资本成本啊 最后其实是要看我所有的资本要素的 我公司可能发了债 我也可能发了股 我也可能发了永续债 我也可能发了优先股 那我整个公司层面上的资本成本 到底是多少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加权平均的概念了 所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是对着谁而言的 它不是对着某一个具体的工具而言的 它是对着整个公司而言的 或者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说 假设我们公司当中的某一个项目 某一个项目它用的是公司的资金 但是呢它并不是用的固定的 比如说我就是找债权人去借的这个钱 或者找股东借的钱 我就是用的公司账面上的钱 而公司账面上的钱的来源有多种多样 那这个时候如果某一个项目 它用的资金整体会比较综合 那么就这个项目而言 我们要计算的项目资本成本 它的本质上也是一个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所以这儿我需要大家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后面在经常计算这个项目资本成本的时候 它没有固定的去使用债的资本成本或者股的资本成本 它用的也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概念 就是因为我用的公司的钱它的来源多种多样 那因此作为公司在投资某一个项目的时候 只要我不是就着某一个债权的钱去投的 那么这种时候我用的都是整个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作为我们项目和公司的折线率来进行使用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方法 这里面我们最主要的呢 其实就要去考虑权重的确定 以及有一个小尾巴 你看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 在这里面有好多的公式 对吧 好几个字母在这里面 分别字母代表什么含义呢 前面的这一大块 加号前面的这个部分 它算的是债的部分 后边这个部分是股的部分 前面是债的部分 后边是股的部分 我们整个公司的所有的资本的来源 不就无非分为是债还是股吗 所以你就看债的部分贡献了我们资本成本多少 然后股的部分贡献了多少 那债的部分你需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它要算的是税后的 所以你得去乘以那个小尾巴 一减所得税税率 所以你千万不要忘了 在债这里一定要去乘以一减所得税税率 得算一个税后的 题目给你的是税前的债务成本 你就得去换算成税后的 然后股的那个部分 你还不要再去乘呢 不用了 股的那个部分就不要再去乘 一减所得税率了 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个权重 对吧 加权加权 你要把债的那个权重和股的权重都成进去 那这个权重怎么确定呢 我们有三种加权的方法 第一种叫做账面价值权重 也就是说这是最简单的 你就把这个公司的报表拿出来去看 它的资产负债表当中的债是多少 股是多少 对应的按这个账面价值的权重 去进行这个分摊 然后分到那个资本成本的 那个签面的权重里面数字就可以了 所以它很简单 计算很简便 直接拿我的报表就可以算 但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大家想一想 我们整个的财务核算当中 你的报表反映的是未来吗 不是 但我们的资本成本是要用来干嘛呢 是要用来预计我们未来的很多的价值 为了去应对我们未来很多的决策的 所以本身资本成本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这个数据 但是呢 我们却用了一个反映历史期间的 一个账面价值作为权重 这个时候 我们说它有问题 它有可能会歪曲了我们真正的那个资本成本 因为你账面的价值和你实际的这个市场价值 中间可能会差很多 对吧 所以它只能反映的是历史的情况 不能反映未来 它有可能歪曲资本成本 所以它本身不是一个很好的加权方法 虽然它很简单 那如果我们想要让它反映我们的市场价值 那我们就找到了第二个方式 那既然账面价值不行 我们要反映市场价值 那我们就直接按照实际市场价值权重 去加权不就好了吗 所以你看 我们就直接去看市场当中 我们这个负债的价值 权益的价值分别是多少 我们按照这个价值的权重去进行加权 我们就可以反映当前的情况 但是你想想 整个市场价值是不是在随时波动呢 因为市场价值本身其实它决定的是背后的供需关系变化 那供需关系一旦发生变化 我的价值就在不断的波动 而如果我价值波动了 那我计算出来的资本成本是不是也是一直波动的 而资本成本我们说它的运用领域 其实是我们未来在进行价值评估的时候 我们进行未来现金流量折线的时候 我们要用的那个折线率 好 这个折线率现在不在不断的波动 那你请问计算出来的价值是稳定的吗 是不是价值本身也在不断波动 对吧 所以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衡量出来一个稳定的公司的价值也好 金融工具的价值也好 或者某一个项目的价值也好 它永远其实都是在不停的波动 那我们还怎么去在实践当中去应用这个价值呢 没有办法用 因为它永远都在变 所以这个时候为了避免这个价值在频繁波动 以及为了避免说我们现在只能反映当前的状态 而不能去面向未来反映未来的状态 因为你现在的价值是不是代表你未来的状态呢 也不一定呀 你要考虑是未来的现金流量 未来的那些风险 要把未来的这种因素考虑进来 但你现在直接用的是现行的市场价值 现行的市场价值 可能并不一定能反映到未来 它只能反映现在 所以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 也就是为了反映未来 也就是为了去解决这个频繁变动的问题 我们引入了最后一个结构 叫做目标资本结构 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它的基础是基准于市场价值计量的 所以它不是依据于账面 它是依据于市场价值作为我们整个的计量基础 然后去确定了我们未来目标的资本节奏是什么样的 那目标的资本节奏意味着说 我未来啊 假设我的目标资本节奏就是1比1 那么未来永远就是债和股的比例是1比1去配比的 当我整个公司越来越盈利 然后我的整个的利润流存越来越多 股的部分越来越大的时候 意味着我本身也要按照1比1去配比更多的债进来 保持我的目标资本结构是稳定的 如果我是有一个目标资本节奏在这的 那目标资本节奏本来就是反映未来的嘛 因为目标资本节奏目标资本节奏 它指的就是你未来要保持的那个结构的目标嘛 所以它本身是反映未来的 所以它解决掉了不仅是现在 也是我未来的情况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整个目标资本节奏当中 我们基于的是市场价值 怎么基于市场价值去计量呢 我们刚才不也用市场价值吗 对吧 但现在我们要解决的是市场价值不断波动这个问题 那因此我们用数学当中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办法 我们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就是算平均 我们通过直接算平均的方法 来把这个价值不断波动的情况下 给稳定在一个相对比较平均的水平线上 所以它问题是在于直接用平均市场价值来回避价值的不断波动 我不用在意你的今天明天的价值 我算的是一个一段时期或者相当长一段时期当中 我整个价值的一个平均水平 我把这个作为我们计算的那个基础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结构 而这个结构它也可以用来去评价我们未来的情况 所以解决掉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未来和 这个要解决掉它波动的这两个问题 所以目标资本结构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加权方法 那我们来看下到底是怎么加权的 我们具体来应用一下 假公司按照平均市场价值计量的目标资本结构 是40%的长期债务和10%的优先股 50%的普通股 这就是我所有的资本来源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算的价值平均资本成本 就是公司现在我所有的钱 有40%是长期债务 有10%是优先股 有50%是普通股 那我这些所有的钱综合起来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呢 那我要算一个加权平均 所以现在告诉你说 长期债务的税后成本是3.9% 优先股的成本是8.16% 普通股的成本是11.8% 问你加权平均值是多少 那你就直接成权重不就好了吗 题目当中目标资本节奏都给你了 然后每一个资本来源 它对应的资本成本也都给你了 那你就把权重一成起来 然后一加总不就得到了吗 所以你看 40%乘以3.9% 10%乘以8.16% 50%乘以11.8% 加起来8.276% 这就是我们把对应的 按照这个资本结构所配比出来的结果 站在公司的层面上 我们整体的资金成本是多少 就是8.276% 那需要你特别注意的就是考试的时候 给你的这个长期债务的成本 是不是税后的 如果他给你的是一个税前的成本 你记得要去乘以题目当中的 那个所得税税率 对吧 要乘以那个一减所得税税率 换算成税后的 才能去进行加权 你不能加权的时候 用税前的去加权 所以在这里面 唯一需要你注意的小的细节就在这了 一般目标资本结构 都是题目当中以致条件 权重都是给到你的 你直接傻瓜的完成计算就得了 所以这部分的内容 计算起来其实比较简单 唯一就是那些小的细节你把握住 考试肯定这部分分数你是能拿到的 好了 那到此为止呢 我们整个第四章的内容就到一段落 就正式结束了 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留 这个一两分钟的时间 回答一下大家第四章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第六章的学习 好不好 看有没有问题 第四章挺简单的 没有问题了 没有了 月桃有范围吗 月桃有范围啊 第一章到第三章 所以大家先把第一章到第三章复习好了 然后去参加月桃 好不好 来 最后我在今天课程结束的时候 我会稍微说一下月桃 那接下来我们稍微这个把第四章总结一下 第四章我们前面介绍的是资本成本的一些概念和具体的用途 在概念当中你要特别把握清楚 它是一个机会成本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整个的资本成本的概念当中呢 还会涉及到就是它的影响因素 有外部的有内部的 那几个因素把它把握住 考课端题 足矣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到它的具体应用领域 有债的资本成本 有股的资本成本 有混合筹资的资本成本 还有家群平均资本成本 那债的部分我们介绍了四个方法 到期收益率法 还有 还有什么方法 大家跟我一块想一想 到期收益率法 可比公司法 还有呢 风险调整法 还有呢 财务比率法 对吧 然后这次的方法 是不是我任意选择其中一个都可以啊 是不是 绝对不是 这次的方法是有前提条件的 而且前提条件是挨着顺下来的 对吧 有自己发行的长期债券 用到期收益率法 没有发行的长期债券 可以找到可比公司 用可比公司法 如果有也没有自己发行的 也找不到可比公司 可以有信用评级的资料 那你就用风险调整法 如果连信用评级资料都没有 那你就用财务比率法 这是有一个先后顺序 有一个决策数的 然后在计算的时候呢 其实是两两为一组的 上面的到期收益率法 和可比公司法 实际上都是在算到期收益率 而下面的风险调整法 和财务比率法 本质上都是在算 信用风险补偿率 然后这里面在具体计算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你需要把握 对吧 然后在这里面可比公司选择的标准 你需要把握 风险调整法里面具体怎么去调整 怎么去选择 这个所谓的风险 信用风险的这个补偿 这里你要把握 这就是我们在整个债务的资本成本 这里面所涉及到的一些具体方法和计算 然后我们在这有一个小尾巴的地方 需要你特别注意的 就是它得算税后 因为债的利息是可以锁着税先扣除的 所以你真正承担的那个资本成本的部分 是税后的那个资本成本 这是债的部分 然后谷的部分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三个模型 第一个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这个模型不陌生 里面各个参数 需要大家去理解 它的选择的口径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模型 鼓励增长模型 我们要掌握计算 这个计算同样的 它跟我们第六章的估值进行了结合 用的是相同的公式 只不过是来来回回不同的这个指标而已 所以它本质上 其实就是估值的那个公式做了一个变形 那这是我们所说的鼓励增长模型 然后第三个叫做债券收益率的风险调整模型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我怎么去调 那个3%和5%分别给风险高 还是风险低的公司 然后我们在进行这个具体的计算的时候 可能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参数的选择 那这些参数我们分别如何去选如何去算 那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普通股的资本成本的估计 然后第四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混合筹资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 优先股永续债 就用永续年金的那个公式来进行变形 就可以直接计算出来 最后加权平均的资本成本 最主要的就是你要注意前面债有一个小尾巴 要乘以一简所示的税率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加权方法 最主要的是那三个不同方法之间的优缺点 以及我们最终应该选择的是 目标资本结构的这种加权方法 这是我们整个第四章 我们快速的做了一下回顾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启下一章的学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